我們其實已經準備就緒了 明天是星期一、六號 就會再次迎接各位跨境的旅客 羅湖口岸重開是跟之前一樣的 即是由早上的六點半到午夜的十二點鐘開放 而配合羅湖口岸的開放 來往上水至羅湖站和諾馬州站的列車 就會按照疫情之前的模式去行駛 即是說三班車裡面我們有兩班會去羅湖站 一班會去羅湖站 另外我們也引入了新的雲支付 還有支付寶 這些電子支付的部款方法 整天可以透過二維碼 就直接可以搭我們的列車 就變得更方便